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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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l y a un mec là-bas Kayyama qui est enchaîné 有一个人来 有一个人是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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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里面上了 我可以在那里面上看 他在那里面上了 我可以在那里面上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好嘞,是很好的 那是鸡皮 有人把他拿出 我们有监管 把整个缸 但是如果我射射你会看到吗 有一个人来到后 啊 啊 shit right over her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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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背上他的事,他在转移 她在某些地上 她是在那裡 她是在 一人在那裡 她是在那裡 我不是真的被他在背景 我不是他在背景 好,我聽到的聲音 有了,我聽到駕駛了 他們也在駕駛了嗎? 有了,我聽到駕駛了 我看到他在那邊 我看到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的東西 不容易 是你打了 我打了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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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水面 不容易 我自己在水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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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的 看人 看人们 在哪里 不在哪里 那你 好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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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了 有人 有了 有了 有 有大衣 有了 我估计了一个温暖的温暖 很危险 你不要向我 那赶上 我会把玩抄 我会把我向你 我都说你会是个人的 射射 有一定有射射 我会做得好 但我相信是他人的射 I don't care 你 有人看她嗎 沒什麼在這裡 你 我可以玩一下 我可以玩一下 你做到的玩具 如果我都會放棄 如果我再放棄一下 我可以玩一下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 有一个人来回来 他在左边 我会选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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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选择你之前 我会选择你 我会选择你 真可惡 他們在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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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是否有雷克人贏 啊,他瘋了 好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像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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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看到了一層 人家居然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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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人家居然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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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留下很多 很酷 我找你 噢 吃到嘴巴 语曲 vol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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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有什麼事還在做什麼 O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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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給了很多兵器 他還會震動了 And then I have brought you up the beef, the palm so that I've just received. 我被人被刮到的多人被刮到, 我被刮到的多人被刮到, 我被刮到的了, 这是最好的家庭我们的家庭, 我被人家吃了好, 她是太多了, 我被刮到最后我看到了, 我被刮到的。 好 好 有一個雞尻尾 有一個雞尻尾 我利用我的材料 有些人在那邊 好 好 我看到他在後面 他回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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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被你打死了 那我被你打死了 啊 啊 我打得上了 我可以却,你可能会在这儿 我已经不得了 我只要住在这里 我已经不得了 我已被你被人家 我已经被人家 但我已经被人家 他在这儿 我把我打得太多了,我甚至不在我身上 y'en a un qui me voit mais il est où c'est abusé les yeux de lynx qu'ils ont les jeux les gars ok c'est lui qui arrête pas d'approcher avec sa masse 所以它是更活潮的,它是更活潮的 Cole? I'm me, come on No, I want you back Cole's dead! Who the fuck's out there? Spread out Hey!Right there! Okay We don't have a** There is It's gone W TOURAGLES W TOURAGH Not hehe M 我们停留下来,我们有什么需要 那些人不走,那些人不走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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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他在右邊嗎 是他在右邊 但是他會死 因為他不看右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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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e got another man down here we gotta stop 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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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先把鞋子刷入 所以,你不看我 要先把鞋子放在鞋子上 要先把鞋子刷入 要先把鞋子放在鞋子上 要先把鞋子放在鞋子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冒充满,我冒充满,我冒充满 我冒充满,我冒充满,不容易 我冒充满,我冒充满,把暖充满 我冒充满,不容易 我冒充满,我冒充满,我冒充满 你把丶子摆,我冒充满 你准备到了 我冒充满,你冒充满 如果您有任何人的地方 OK,是樁樁 但在外面有没有任何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我把刀子拿下来 我把刀放在哪裏 我把刀放在哪裏 所以我把刀放在哪裏 啊是 I got the key I locked the door 不要拿鞋子 好,来吧 好,来吧 阿B,哪里? 她被碰了 不要把我放在那里 阿B,阿B,她在那里 在那里 那里? 去到河里 你不会被她 她可能已经死了 来吧 它是很暗的 我可以選擇任何兵器 是她死了嗎 只要死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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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到海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bbi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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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you, I got you, I got you, they're both this way I got you, I go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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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I know. 我会把他转移动了 我不能让你离开 我不能做这个 不 不 我不会会你 是她会 他不是一部分的事 你让他一部分的事 OK OK 搖擦 搖擋 搖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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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人家 死uche 死可是人家 死마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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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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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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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词曲 李宗盛 救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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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ain que c'était épique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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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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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会有两个人的帽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ere'd you get that? Uh, those people that came through last week Oh A little embarrassed as to what I had to trade to get it, but It's not bad I had Seth under control Yeah, I know And you need to stop harassing Jesse about my patrols Okay Uh, Dina Is she your girlfriend? No No No, she, that was just one kiss,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she just I don't know why she did that But you do like her I'm so stupid Look, I have no idea what that girl's intentions are, but But I do know that she would be lucky to have you You're such an asshole I'm not trying to I was supposed to die in that hospital My life would have fucking mattered But you took that from me If somehow the Lord gave me a second chance at that moment I would do it all over again I would do it all over again I just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forgive you for that But I would like to try I'd like that Okay I'll see you around Yep Mm-hmm That's fantastic Today You're Swedish Atlas Should they pass this Cory Cure Bradley Private Can you put that on diet If you were born No To complete I can pay Mobile Op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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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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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一定要看一样的鲁儿 但我们会听到一些语言 然后他在这些人的交流 当时他没有关系的这些年轻人 他会把人与充分开了 甚至是一切的灭性 就要逮捕了 第二个季度是在反正的第一个季度 第一个季度是在与其他人的情侣 所以是一切的情侣和爱情 第二个季度是一切的情侣 所以一切的恋爱情侣 那里有很强的季度是在开始的 他们要死侣侣 所以第一个季度是在这种情侣 是他最后的情侣 之后,他会尸侣侣侣 在我们会知道了 阿Bee,在这种情侣侣侣 是因为一切的情侣 而哪里就是有很好的歌 是我们玩的贸贸 了贸贸的Joel 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影片 每次次我玩贸贸 我不是在贸贸贸 是一 obe词的关系 我喜欢的玩家 因为它是有不同的玩家 因为它是不同的功能 但是我试试这贸贸 因为它是贸贸贸贸的女人 我会有很厉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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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一样的疾病 而在游戏中 在游戏中,我们会知道 这不是一样的好人 而在游戏中,我们会做了一样的事情 甚至是一样的事情 我们会知道 也许戏中,我们也许戏中 的Joel et Ellie 并不是不适合 而在游戏中,不适合 这些是一个问题的观看 而在游戏中,我许戏中 我许戏中,我许戏中 Kellie,也许戏中,也许戏中 不太有麻烦 以为了与尸戏中,也许戏中 但也许戏中,也许戏中 这两个人似乎似乎似乎 我们有的父亲,他们都在游戏中 他们都在游戏中 而是准备中,他们都在游戏中 而在游戏中,他们都在游戏中 在游戏中,他们都在游戏中 在游戏中,在游戏中 或在游戏中,他们都在游戏中 阿威达中,在游戏中 Kellie,在游戏中 所以中一定要游戏中 在游戏中 都国畏中 然后别人 她在家裡她在影音中饅上居了 她在妳 的人 所有人和阿B 全部人都在徒席上 她在震上 她在驚 come讲 有了我眼前的感觉 她是从我说 有片的疾病 在医院护了 她在莫高达 在医院护了 她想要跟她启 Mut 我们想想想 她发凌了 院护了几点灭 来知道正确 有时候一直在夜 她一直在尾 派惯 当我们尽头 在尽头 事实 哈哈哈 我们看到了一刻,它也看得到,但是下时间,我们会看到她完全忘记了 后面 où Abby是在尽量的一遍,是当她的缘狠时,她可能会在尽量中的尽量 她可以尽量,她的尽量,好像她被遵造她的缘 但还好, Abby择在她的产生,连她的失去优优 而是适当的女性,她是变成了变异的事,但不是她的 你会想说,是的,但它是更简单的方式,当我们会参加异性, 像是阿比,而是阿比,而是阿比,还会参加异性。 我会回到这一点,当我会发现我的解释和我认识的练习。 但之前,我会介绍一下,我会介绍一些有关的评论, 更特别的那些,我会完全无缘, 或是讨论的,只是些人生想要叛成了 但如果这些人的讨论,我觉得这些人都很想给你 但当我讲过,这是讨论的主角 而是讨论的主角, 这些人的主角有想要去拒绝 因为他们有些人有的主角 或是不喜欢的主角 首先,这个主角是讨论的主角 为什么? 是这个剧场? 或者是这个剧场? 我们知道已经很久了 几个是在最后的事情 在什么现在 和在这种情况下 也在改变了 尽管它们是否与别的 三个视频 所以如果她的一样 是一种产生的一样 是一种产生的一样 所以这不是一样的一样 也有了一个女性的 是一种男性的女性 是一种男性的女性 是一种女性的女性 是一种女性的女性 和她的一种女性 是一种女性的 是一种 LGBT 或是有其他人的 是一种充满的 是一种免败的 的他人的选择,不論是否则或是法律,或是法律。 再次,那不影响了,不影响了,不影响了。 我们的游戏。 很多人说不影响了,不影响了,不影响了,不影响了。 而言不影响了,不影响了,不影响了,不影响了。 是人们不懂的游戏,不影响了。 因为在这场上,我们可以放弃所有的游戏。 就有一小文化 就比如 《 Kill Bill》 就只是Вennes映滅 不像的在這裡 《 www.Venjanistocm》 不像只有 순 banker Os Bullet等 《 Star Wars》 它不是在那裡 也只是不 Lori 所以我 Ensign Del alcohol 不论 require 不著arde電件以的 command 或者是他的本身, 但是如何引起了一些事情 他们在里面评论 我再没 więc返回来 不太多中止 这些人被摘雾 出现了罪女色 在尾羽 看到一只的头 我可能觉得了 这些組別让游戏 被认取了 只要一件事,就是这些 我们来到什么可能会令我更有感到 我可能会在这些词 这些词制作为了游戏 被人们被拒绝了 而想要被拒绝了 这些游戏被拒绝了 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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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拒绝到另一步 是个ated 被拒绝了 我认为这些人 当时人们得到 JumpRP 被拒绝了 拒绝了 做什么 我借了 就不喜欢,就不适合了,就要改变了 所以,不适合,就不适合了,就不适合了 所以,不适合,就不适合了 所以,不适合,就不适合了 就要回到一玩具或一玩具 我感到尊重的尊重 但,不适合,你会不会有同感到 就会同样的事情 你会在同时,我会想到这些人 我会发生的尊重 在他们的父母 要求他们做的 一种子 我认为我愿意的,我愿意的表情,我愿意的,我愿意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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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他愿意的。 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你不在义的,你可以去改变,他愿意的地惹,他愿意的改变。 所以,我们会在更多的一种东西,他们会认为他们最大的育材料,因为他们都会有限制,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并定的,它愿意的,它愿意的,它愿意的,还没有任何惯意的,这会完全奢伙, 我真的不明白 你能看到我自己的意味 那你不喜歡的事 你不喜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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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要到尋尋 看看我的意思 我只是不喜歡的 這不是我所想的 也許我可以完全陷入 但在此之下 如果不喜歡的 不妨請你不選擇 就在我留言 像我已经提及了,我认为 Abby很强烈的体验,而她能够移动到另一件事运动,不过其他事件事运动。 原因为她是最强烈的原因,是因为她是第一个人被移动了,她是第一个人被移动了,她是第一个人被移动了。 她第一个人被移动了,是 Owen,他们有感觉到其他人被移动,但这些人被移动了, 而 Owen s'est rapprochée du coup des bras de Mel. Et bien qu'elle ait assouvi sa vengeance en tuant Joel, elle continuera par la suite à perdre ses amis, tout d'abord Mel, qui lui reprochera de briser la vie des gens, et ensuite elle les perdra physiquement, puisque Nora, Manny, Jordan, Mel et même Owen perdront la vie en conséquence de son acte. De plus, elle se rendra compte que la mort de Joel n'a en fait rien apaisé, puisqu'elle va continuer à faire des cauchemars. Elle trouvera son salut grâce à Yara et Leve, c'est comme une renaissance pour elle, D'ailleurs, c'est cette nouvelle conscience, Leve, qui l'empêche de tuer Dina et de sombrer à nouveau dans cette haine qui lui a fait tout perdre. Elle sait que la haine n'apporte rien de bon et que cette obsession de vengeance peut lui faire tout perdre. Elle a ce vécu là. Ellie n'a encore rien vécu de tout ça. Tout ce qu'elle a en tête, c'est cette image de Joel tuée par Abby et ne souhaite qu'une seule chose, la vengeance. Plus le temps passe, et plus elle sombre dans l'obscurité, aveuglée par sa haine. D'abord avec Nora, en la torturant à mort. Puis ensuite avec Mel, en éprouvant pratiquement aucun remords à sa mort, sachant qu'elle était enceinte. La mort de Jessie, alors qu'elle a failli perdre à la fois Dina et Tommy, et qu'elle même aurait pu être tuée. D'ailleurs, petit aparté pour cette scène de combat entre Ellie et Abby, où ça m'a fait penser énormément à la scène du vin avec David dans le chalet, où cette fois-ci c'est Ellie qui a le rôle de la psychopathe. Et donc, alors qu'elle a failli tout perdre, on la retrouve quelques temps plus tard et on a l'impression qu'elle a vraiment tourné la page puisqu'elle est en plein bonheur dans une maison avec Dina et son fils. Mais ce bonheur va être de courte durée, car Ellie est traumatisée et elle a toujours en tête cette image de Joel baignant dans son sang. Et elle n'a plus qu'une seule idée en tête comme toujours, c'est de se venger, quitte à perdre tout le bonheur qu'elle a avec Dina. Après certainement plusieurs mois, elle finit par retrouver Abby. Mais la vision de cet Abby qu'elle a devant elle n'est pas la même que celle qui a tué Joel. Elle a, selon moi, une vision de quelqu'un qui a énormément souffert de la vie et qui a déjà payé pour ses actes. D'ailleurs cet Abby-là, on ne la reconnaît même pas. On sent une femme marquée qui n'a plus sa force que ce soit physique ou mentale. Elle verra également une Abby protectrice avec Lev, comme l'a tout le temps été Joel avec elle. Ce qui a peut-être dû également influencer sa décision de ne pas la tuer. Ellie décide donc à ce moment-là de ne plus se venger, de la libérer et de lui laisser la vie sauve. Mais au moment de se séparer, elle a toujours cette vision de Joel baignant dans son sang et ne peut pas laisser vivre Abby. Elle veut donc se battre et de nouveau se venger. S'en suivra alors un combat épique entre les deux jeunes femmes. Ellie aura l'ascendant sur son adversaire. Et au moment où elle est le plus proche d'assouvir sa vengeance et de tuer Abby, nouvelle vision de Joel lui apparaît. Ce n'est plus la vision qui la traumatisait jour et nuit d'un Joel baignant dans son sang, mais celle d'un Joel apaisé jouant de la guitare. Toute sa haine et sa rage disparaît alors en même temps que cette vision apparaît. Elle décide donc de lâcher prise, de laisser la vie sauve à Abby et de la laisser partir. Cette vision est en fait une partie de la dernière conversation qu'elle a eue avec Joel. Dans cette conversation, Joel lui explique qu'il ne regrette pas ce qu'il a fait et que si c'était à refaire, il le referait sans hésiter. Ellie lui dit alors, « Je crois que je ne pourrai jamais te pardonner, mais j'aimerais bien essayer. » Ce qu'elle ne pourra jamais lui pardonner, ce n'est pas le fait qu'il lui ait menti pendant toutes ces années, c'est surtout le fait qu'il lui ait enlevé un sens à sa vie. Mourir pour elle dans cet hôpital avait un sens. Je pense donc que le sentiment de culpabilité qu'a Ellie de ne pas avoir sauvé Joel est aussi dû au fait qu'elle n'a pas pu lui pardonner de son vivant et ne pourra jamais le faire. Mais à cet instant précis où elle est en train de noyer Abby, c'est à elle de donner un sens à sa vie. Et ce n'est pas en tuant Abby et donc l'Eve qu'elle le fera. Je pense qu'à cet instant précis, elle pardonne à Joel et reprend sa vie en main. Son sentiment de culpabilité ainsi que sa haine disparaissent, elle retrouve une humanité perdue. Ce qui me conforte dans cette idée de pardon est lorsqu'elle retourne à la ferme de Dina. Déjà la première chose que nous remarquons est que tout est vide. Dina l'a abandonné. Seules ses affaires sont dans un coin dont la guitare offerte par Joel des années plus tôt. Cette guitare est un lien symbolique entre Joel et Ellie. Joel lui a appris à en jouer et à chaque fois qu'elle en jouait, ça lui rappelait Joel. Mais aujourd'hui ce lien est rompu. Ellie ayant perdu deux doigts durant son combat contre Abby, ne peut plus jouer de la guitare correctement. Mais c'est sans regret maintenant vu qu'elle est apaisée et en paix. Elle décide de laisser toutes ses affaires dans cette pièce, dont la guitare qui était son dernier lien avec Joel, comme pour signifier qu'elle n'a plus besoin de tout ça. Elle qui redoutait le plus d'être seule dans le 1, les plus que jamais aujourd'hui. Tommy lui en veut de ne pas avoir voulu venger Joel à un moment. Jesse et Joel sont morts tous les deux, et Dina l'a abandonné. Mais aujourd'hui c'est Ellie n'a plus peur. Elle laisse tout derrière elle, et part d'ailleurs seule vers certainement donner un nouveau sens à sa vie. Voilà, ce let's play ainsi que cette analyse sont terminés. Bah écoutez, merci à tous de m'avoir suivi. Et puis je vous dis au mieux à bientôt pour une prochaine vidéo sur un prochain jeu, ou au pire à dans 7 ans pour On Esper The Last Of Us 3. Allez, ciao ! Sous-titrage ST' 501